哈喽 麦克听姐好介绍的下午好 今天带你们来到达曼达亚复林园这一边 很多朋友应该是很少听到听姐介绍复林园这一边对不对 因为达曼达亚其实非常少人要卖房子 尤其是这种大款的22层70的双层牌屋非常少人要卖 这一间的话它是22层74房三侧地点非常好 这一边走路三分钟就可以去到Kopitiam Clinic都是走路的矫程五分钟还可以去到Basabagi Basabagi是拜一到礼拜只有拜一没有开 拜二到礼拜都有开非常的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这间屋子看就知道是我们有足同胞的屋子 可是装修的非常富利堂皇 我们的地砖不是只是在车房里面而已 地砖是铺到那个搏油路那边去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整间屋子之前的装修费是蛮高的 这个门都已经开大了变成这种四折门 你两辆车停进来非常好停车 这个折棚也是做完了的 可能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马来同胞的味道 那个灯拿掉我们的折棚这个版 换一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颜色 白色的就可以了 麦哥说什么 麦哥说他把中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柱子已经改过去了 本来中间是有一个柱子的已经把它改过了 所以车房很好停车 外面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杂物啊 可是清空过后就是非常宽敞的空间 里面的墙壁也全部都上好了这种壁砖了 所以你不用烦恼每天三五年就要有一次气 如果你是在找着达曼达亚物质的朋友哈 这一间可以参考小小的改一改就可以住进去了 旁边这一边哈旁边这一边也是全部放了这种墙面都是壁砖 我们这间房子连大门大门外面是白杠门 里面这边也是白杠门哈 你可以看一下哇整间屋子其实真的是干干净净哈 进来的话其实它的空间很宽敞的 来我们在镜头前面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客厅 sorry这边是客厅的空间 这边其实还有两个门的 这边一个推拉式的门 这边原装它还有一个原本的小门也是白杠门 所以看你之后要使用哪一个门 我们这间是四房三侧永久地气 大门的方向是向东的 然后我们这里是没有保安围里的哈 这个区没有保安围里的哈 在妇灵园的达曼达亚迦兵南这边 这边我们拿来做这个客厅 你可以看到宽敞啊22 可是好像超过22的感觉 在在这个视觉感觉看 然后如果是讲我们的这个饭厅的话 可以安置在这边他已经把吊散都已经做好了 这边可以放个大圆座也可以 放个小长座也是可以的 要去我们的厨房的话 我们会经过一个小小的推拉式的门 走进来这边就是我们的干湿厨房了 你可以看到他干湿厨房哈 已经是全部扩建到完了 而且也非常的大 真的很大 必砖上到完了的如果是讲 这边已经是现成有一个L型的这个 Tabletop了对不对 上面有一些厨 这个厨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对吗 可是我觉得如果拿来有一点白色的游戏 就会有一点那种美式天渊风的感觉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老土啦 可是这个木的话其实是以前的木 他都很耐的这些家居实木来的哈 所以都还美美的 如果你是讲 平时这边可以做一些洗碗呢 然后这边放饮水机 放锅 我们的微波炉都可以放在这边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空间的 这边就是市厨房的部分啦 市厨房这边他已经是做了抽烟机 抽烟机抽烟机的bike是直接通出去的 看到吗 然后我们的这个炉水炉 后面你可以看到已经是没有空地了的 后面直接就是我们的马路后巷了的哈 再来这边屋主他扩建过嘛对吗 所以这边还有个大空间 这个空间你可以拿来放洗衣机在这边 然后这边如果你有烘干剂也可以放嘛对不对 如果有一些架子你也可以放一些家里 你常常会买多的是一些日用品 我们后面这个空间哦 哎他还是跟我们干厨房是贯通的 再来这边是我们哦 楼下的厕所 这一间房子是四房三侧的 楼下是一间房间一间厕所 楼下这间房间因为灯套烧掉了哈 看起来比较暗啊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是放双人窗加一个小衣橱没有问题的哈 现在是放了一些杂物啦 如果是讲在找着达曼的亚加兰冰内这边的屋子的朋友 想要找哈 不会开车走路去哪里都方便的话 这一间哈三分钟到五分钟走路可以到 咖啡店Clinic商店街还可以到 妈妈不会开车不用紧哈 这边走路早上他就可以去买菜了 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 也不用担心妈妈的这个哈 平时衣食住行的问题哈 五分钟开车还可以到我们 Satia Inda的Masli还有景河的那一边哈 Satia Inda的大商圈都是五分钟的车程而已 这个我们来到二楼了哈 你可以看到二楼有一个小厅的空间哈 这一边你可以做成什么呢 可以拿来做成小朋友阅读的空间 做一个放书桌读书的地方 也可以哈 在这边放一个啊 放个可能放个什么呢 放个小沙发 放个电视机都可以 我们看看楼上的房间哈 楼上是三房两侧 这一间是我们第一间看的这个房间 因为这一个款它是属于哈 2270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其实是蛮宽敞的哈 这一间房间哈 放双人窗 放双人窗还有很大的空间 你可以放双人窗再加衣橱 再加梳妆台 再给一个小小的梳桌 在这间房间里面 都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这个房间其实还蛮大一下的 我们这边的房间哈 楼上是两间客房 share一间浴室的 ok share这一间浴室 这个是两间房间共用的一个厕所 再来我们来到第二间客房啊 第二间客房呢 老实讲就比隔壁的小一点点 小一点点哈 它这边摆了一个衣橱 可能你觉得很旧要拆走 没有问题 只是可以给你们在镜头上面看 有衣橱的话它的尺寸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可以摆多一张床 ok这边可以放张双人床 再来旁边哈 它本身这边就放了一个L型 做了一个L型的输出在这边 所以刚刚那间比这间大 这间比较中心 那间比较大间一点 我们去看一下主人房的空间哈 主人房的话哈 它有扩建这个阳台 诶上来主人房之前哦 有看到这边有个楼梯对吗 没有错 我们这一间哈它是属于两层双层的这个屋子 可是因为它的ceiling非常的高 所以屋主它本身哦 有在加建了半层的这个阁楼 你可以看到它的阁楼是铺地砖的对吗 啊这边你可以哦 做一个小朋友的读书的空间也可以 或者是讲上面你拿来放杂物也可以啊 如果有做网卖的朋友 诶上面也可以拿来放货的对不对 来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主人房哈 主人房这一边看到吗 它的主人房其实还蛮四四方房的啦 OK 这边的物龄超过15年了 15年以上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装修有一点旧款 有一点点旧款 可是这一种哈 虽然是旧的物质 可是地点是没有话讲的哈 这间四四方房的这个主人房 这边衣橱跟我们的这个床 床是摆到king size的尺寸哈 king size的尺寸在这边旁边 我们还有衣橱还有走路的空间的 旁边也有空间 再来转个转个角度给大家看 这边哈 他没有做一个步入式更衣式 通常这边都会做衣橱嘛 他把衣橱放在这边 所以这边是拿来做给太太的一个化妆台的部分 往里面走这边就是我们主人房的厕所 啊主人房的厕所 正正方方他我觉得可能可以加个 加个这种U型的浴帘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这一间单位哈 他熟了地点很好 房子的这个屋框也不错 再来哈 他还有一个超大的阳台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阳台哈 扩建到完了的 而且是看到吗 全地砖 连墙壁也是这种美美的壁砖 再来他的遮棚也是做到完出去了的 连这个我们阳台旁边的栏杆呢 啊全部都是做白杠的 白杠跟这个是aluminium对吗 对白杠跟aluminium的可以讲是蛮有质感的哈 啊买来的话 虽然是讲哦 要做一点肯定要touch up的 一定是要touch up 要做一点小翻新的啊 可是地点就是很多人想要找的在 达曼达亚这个加兰宾内 妇林园这边的双层排屋哈 里面加了一个半层阁楼 他是22层74方三侧 我们大门哈 你可以看到大门的方向是向东边的 这边的物龄超过15年以上的哈 没有保安为例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卖价是578千 578 ok 578的卖价哈 这边附近也生活非常方便 像听姐刚刚讲的3到5分钟 可以到kopitiam Klinik Pasapagi 开车5分钟可以到超多地方的 那个方向呢 你就可以到我们的Sertia Indan Masly 景河 然后另一边你可以到我们Daman Daya的那个 商圈 Econcept Mail Bank Public Bank CIMB Bank 都在5分钟车程而已 8分钟的车程 你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Mail Austin Austin High 10分钟可以到Basak Gudang的这个highway 如果是讲要去新加坡国中的朋友 这边骑Moto去到波底市中心 Kastan那边15分钟 OKMoto15分钟开车 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车程 小朋友读书也不用担心 我们这边去到小学可以去到板南小学 板南华小 刚刚我的同事Daman Daya 人士国奖板南华小那边是出高财生的 这边过去也只要10分钟车程 如果是国中的话 这边周边就有三间国中了 所以地点是非常适合给这一代生活习惯的朋友 有兴趣的朋友直接打电话来 麦哥听起来好介绍 也可以WhatsApp我们 跟我们这些物质的照片 或者直接安排来看房的 外面的家具屋主都在赶紧要搬走清走 所以你可以安排来看房 叫我们今天的直播看房就到这边 记得如果是屋主们有物质要卖 记得联系我 买家们在找着物质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OK这样我们记得离开的时候 老规矩点赞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给婷姐一个赖才走 我们下次再见